民進黨 曾幾何時 你還願意為台灣的年輕人拼命 年輕人今天的困境 你為他拼過哪一條命 前陣子我們的這個 彭歐破委員 他也退選了嗎 再來就是我們的這個 趙天麟 最近他也退選了嗎 他們都不是甘願退選 因是被退選 我跟你講 八年前如果不換柱 那時候就已經推出一個 要像健保一樣 社會保險制度的長照險 那個 誰去注重到這個事情 誰有機會 終於可以提這個了 好 民進黨他們只要什麼 只要自己人 賺得很滿多滿 柯文哲 民眾黨陳婉輝 我們要的是在座 各位 你們生活過得幸福美滿 我過去常去陳定然的紀念館 大概去過四次 還陪過兩位民進黨的大官去那邊 他就坐在陳定然那個銅像板凳 在那邊拍照 結果後來這兩位都出事 更小 糟蹋宜蘭這塊民主勝地的招牌 他跟陳定然銅像 拍照的後面 是陳定然拿毛筆字 不是拿那個粗的簽字筆 陳部長都喜歡用簽字筆寫字 寫了一大行字 他說 如果好人喜歡跟受人尊敬 不能兩全的話 我選擇受人尊敬 就是這個受人尊敬的宜蘭人精神 開創了民進黨30年的風光 可是民進黨今天還記得那個 從宜蘭開始的開創精神嗎 他跟沖水馬桶一樣 爽了就馬桶一樣就沖走了 全忘了 請大家不要忘記 你是一個有尊嚴 受人尊敬的宜蘭人 在這塊民主勝地 有陳定然 有蔣衛水 還有很多值得我們尊敬的台灣人 為台灣的民主在這邊開槍 屁肚 在這邊做什麼 示範跟擴散效應 告訴全台灣的人 宜蘭可以 你們為什麼不可以 但是話風一轉 我要嗆一下民進黨 陳定然交棒給誰 尤錫坤 尤錫坤交棒給誰 勞修成 勞修成交棒給什麼人 林聰賢 請問的後面是怎麼交不下去 發生什麼事 宜蘭人變死媽媽 還是民進黨變死啦 當然是民進黨變死嘛 就再說下四節 每天還在吹牛 說宜蘭怎麼樣 不要再吹了 講到宜蘭兩個字 就等於是你民進黨的吹命符丟臉 在普悠瑪的車上 收到好幾個簡訊 都說 梁大哥我越來越覺得很難過 現在在圍攻柯文哲 圍攻民眾黨的人越來越多 而且是藍綠一起圍 我說這當然是這樣子 因為柯文哲當選的機率 越來越高 民眾黨殺出重圍的那個勇氣 也越來越高 兩個不長進的大黨 再怎麼不合 這個時候當然要聯合起來 欺負我們這個可愛的小弟弟啊 我說沒有什麼好擔心 台灣的大學教育發生什麼問題 台灣的大學教育從來沒有發生問題 是可惡的政治發生問題 政治介入校園 政治在操控民主 民進黨的政治不是在管理國家 民進黨的政治是在操控這個國家 他從底層操控 他從高層操控 你看那幾位大學校長丟不丟臉 民進黨你何成 成幾何時 你還願意為台灣的年輕人拼命 剛才主委講 年輕人今天的困境 你為他拼過哪一條命 我老話一句 我要尊稱你們是羅賓漢 在這個最黑暗的時代 你們是最具有狹義精神的一群人 在風雨中站出來 不嫌棄的話 我們台上的每個人 做你的羅賓漢 也請你做我的羅賓漢 請我們大家一起做柯文哲的羅賓漢 也請當選總統後的柯文哲 做我們台灣人的羅賓漢 好不好 好 謝謝大家 我前幾天喔 在網路上看到一則留言 他說喔 過去我們有非常多的民主香腸 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 現在的民進黨跟國民黨 他們在動員 大家還看得到所謂的民主香腸嗎 看沒有嗎 然後他們在講說我們民眾黨的場子 真的很特別 他們感覺有回到過去 民主場的樣子 在我們家的隔壁 隔壁就開一台這台車 他說看起來也不是多豪華 大家也知道我們民眾黨 就是差不多是這樣 我們就是用我們有限的經費 把這個誠意開出來 他說呢 最像民主場的部分就是說 這個場子呢 就在我們家隔壁 所以我穿拖子就扛掉了 剛剛這個主持人 不斷地說 他也給我一個封號叫做 街壁女神 我也跟主席報告過 這是一件很愛的事情 我竟然要靠街壁 成為大家所認識的人 如果這個民進黨政府 他做得好 我需要做這個街壁的工作嗎 需要嗎 不用啊 但我一上任之後 我就拿到一份資料 當時大家認識陳婉惠 我就說小雲比我比較有名 小雲有空嗎 大家記得嗎 有沒有 小雲是不是比我還要有名 對不對 全台灣都認識了小雲 還有人比較長的去辦公室 問我的足力說 小雲現在還有在做嗎 當然這是開玩笑啦 其實就是說 他們還是來告訴我 非常多的一個幕後啦 所以我大概在一上任的時候 第一次的這個總質詢 我們就讓這個擔任了21天 賴清德的愛將陳宗彥下台 那不是我厲害 我跟你說 賴清德就是為了他要做總統 他要選總統 全部的人只要有一點瑕疵 他就砍砍砍 比如說這陣子 除了陳宗彥之外了 前陣子我們的這個陳歐破委員 他也退選了嘛 因為他跟這個IMV詐騙主席 有一些相關的關係 再來就是我們的這個趙天麟 最近他也退選了嘛對不對 其實我內心非常清楚 他們都不是甘願退選 因為是被退選 最近這個賴清德在說 這個絕對不可以讓藍白合成功 因為他們很擔心不能國會過半 國會過半這件事情 他說如果我們國會過半會門戶洞開 我請問一下你趙天麟 他都不用跟他查 都沒有任何的國安疑慮 都沒有任何的國安疑慮 都沒有固定國家的機密 到現在都在講馬文君委員 他趙天麟委員說他是為犧牲要有這個代價 要有價值 我是鐵人家做不到的 那天他退選又辦一個感恩餐會 這個事情大家看得下去 我們的訴發部一年 這個唐鳳他編兩百億 有一天他發一個訊息給我 他說陳委員 我沒有一年編兩百億 是兩年 大家誤會他了 他是兩年 也就是說 他沒有一年編兩百億 他兩年編兩百億 那一年也是一百億 請問訴發部做到現在 他的打詐 他真的有功效 沒有 你每天也收到很多詐騙集團的訊息 所以他的打詐是越打越詐 跟現在我們的訴發部會做的一件事 大家知道我們的訴發部的唐鳳部長 這個很厲害的一件事是誰 點面線嘛 全台灣都知道我們訴發部一年開一百億 除了讓他出國之後 一次也要做的是點面線 所以這個建戶 還有非常多需要改革 我今天整天跟主席做會 我就說一件事就好了 他今天阿波 花了兩個小時 在茶園裡面 他跟非常多的青龍坐在一起 他很務實的聽每一個青龍 他返鄉的一個聲音 他不斷的學習 這就是他說的認知 所以他從這裡面 找到現在青龍返鄉 他需要幫助他的地方 一個好的國家領導人 就應該要有這樣的一個精神 認真 務實 我是記者出身嘛 所以我們二十幾年前從 年輕人就在跑選舉啊 看人家怎麼選啊 民進黨是什麼場啊 清明黨啊 國民黨啊 誰誰誰怎麼選舉啊 後來自己的工作也在 國民黨工作過啊 也幫馬總統打過連任選舉啊 我們做過很多觀察 跟近距離觀察人家的事情 所以我們也會浮選 也知道什麼叫選舉 看到民進黨這種 不買票不會選的 剛才這些人都講得很保守 柯文哲努力 我們會贏 我跟你講 我七月的時候就跟彭文鎮 從上到下 從里到外翻過來再算一次 動算就絕對過分鐵了 我看民調跟考新聞 還有做這些 我們有自己的一個邏輯 跟怎麼去看去算 而且各個地方跑 大家都會有心得嘛 這個語越來越大 你看民眾黨就這麼簡陋 連個語都擋不了 但是你們的熱情沒少 第一點 網友幫我整理說 我女兒是我家裡第一個科粉 我是因為女兒才開始注意到科P的好 第二點網友幫我整理的是說 這一次很多人想要政黨輪替 但下架民進黨不代表要換國民黨 上台來作威作福 這一點是網友整理的 我不能同意更多 我是藍的我是綠的 我說你是阿凡達嗎 還是你是史瑞克 你生下來是綠的嗎 你頭殼壞去 你是你爸爸媽媽的 你是你的另一半的 你是你小孩的 重點是你是你自己的 我跟你講八年前如果不換柱 我那時候天天在柱日節身邊 有的人可能知道 我跟你講管爺我們都已經看清楚了 那時候就已經推出一個 要像健保一樣社會保險制度的長照寫 那個現在就躺在國民黨的智庫 躺了八年了 誰去注重到這個事情 誰有機會 終於可以提這個了 誰 誰跟我們玩真的嗎 選一個跟你玩真的的人 好不好 好 剛剛這個毛家倩毛哥喔 給了我開場的靈感 他說我們挺玩真的人 我告訴大家我挺誰 我挺會的人 揭臂女王打臂女王 我不知道委員怕不怕 你怕不怕 沒在怕 為什麼他沒在怕 雖然我以為他會說很怕 因為他愛民 為了各位的幸福 為了我們的國家 他願意挑戰 這些官商勾結的集團 為什麼柯文哲敢挑戰新潮流 敢挑戰民進黨 我不知道柯文哲怕不怕 我看起來是不怕 因為他愛民 我們台灣的政治人物 有愛民的所剩不多 怎麼會在民進黨的執政之下 走到今天 竟然連網路民調都要比照正常的民調 要不然中罰100萬 死死的人罰200萬 在座的毛家慶毛大哥 比特王大家看過吧 準備被罰錢了 9月12號公布總統副總統的選舉時程 10月27號 中選會說網路民調要比照正常的民調 要不然罰100萬 200萬 那請問這一個月網路上有多少的網路民調 你們為什麼不罰錢 第二個 中選會的主委李靖勇 這是何方神聖呢 他代表民進黨選基隆市長 雲林選長 雲林的立委 到了2019年 暫時性註銷民進黨籍 去當中選會的主委 我還有一個問題 上一屆的總統大選 年輕人支持誰 民進黨 為什麼你不用禁止網路民調 在網路上的這些影片 為什麼今天 你要禁止這些網路民調在網路上 我告訴大家為什麼 因為他們不敢面對民心思辨 民調有很多種 有各種科學民調 但是透過這些網路拍攝出來的畫面 展現出了民心思辨 民眾想要改變 想要政黨輪替 對不對 這就像 賴清德走到校園 面對學生的問題 得過且過 我跟大家分享 我今年28歲 我們的心態是什麼 你越不給我問 我就越要問 為什麼 這是屬於我們的未來 屬於我們的國家 我們為什麼不能問 你要當台灣的領導人 難道你不用回憶年輕人的問題嗎 88槍 光電 雞蛋 豬肉 已經數不完了 賴清德沒有解釋半個 只跟學生說 你來行的 還是不回答學生的問題 所以各位 我們要看清楚 民進黨 新潮流 他們只要什麼 只要自己人 賺得盆滿 博滿 柯文哲 民眾黨 陳婉慧 我們要的是什麼 我們要的是在座 各位 你們生活 過得幸福美滿 我們要是一個東西 chi wiask 我們要的是什麼 gra Gin 會 發展这是 祈禿 有 人